台塑集團總部一早 還是有搬家公司出動貨車 搬走大型物品 更有零星員工 拎著大包小包進出大樓 台塑集團位於敦北的KIGA 除確定搬走裡頭 至少五千名員工的消費力 也跟著移出 對當地的商圈帶來不少衝擊 敦化北路巷弄內 有不少餐廳飲料店 看準的就是台塑員工的用餐需求 如今人去樓空 生意明顯 冷清許多 沒有人來上班人就少很多 所以差蠻多的 以前是很忙 現在是很閒 老子好業者勉強撐得下去 不過有早午餐店才進出一兩年 就因為人潮少太多 在今年十月歇業止血 以前的狀況就還不錯 但是最近都很慘 因為我們做到月底而已 一天可能都有兩三百個 兩百多個左右 那現在快不到一百個 我都想退休 其實敦北商圈 這幾年也有不少大型企業撤出 像是臺灣銀行樓上的 Intel總部搬去南港 民生東陸的會計師事務所 也搬到南山廣場 不過衝擊都沒有台速大 不只代租店面明顯變多 電租行情也從每平約三千九百元 降到兩千六百二十六元 不過在房市買賣方面呢 由於大部分的屋主也會預期說 等到台速大樓都更完工後 這個人潮還是會翻絲回潮 在這個預期心理之下 有一些的屋主其實開價 還是努力向上挑戰 雖然痛失台速 但敦北路上未來還有玉山金控 中國人壽全球人壽 國泰釋華等好幾個都更案 挺過都更黑暗期 未來商圈仍有發展前例 三地新聞時光很一定請台北報